最近网上广泛流传 原中共国防大学政委 中共解放军上将刘亚洲 被现任习近平当局抓捕 不过此事并没有得到中共官方的确认 看中国记者就此采访了 邻居澳洲的著名法学家 时政评论家袁洪斌教授 袁洪斌教授在采访中 首次披露了来自中共内部消息人士传出的信息 并分析了目前中共高层内斗的一些焦点 袁教授您好 那刘亚洲是已故中共元老李先念的女婿 和习近平一样都是红二代 就您所了解的刘亚洲是习近平的人吗 是这样的 就是刘亚洲本身呢 他是属于太子党的 也就是中共红二代这个范畴的 不仅因为他是李先念的女婿了 他本人的父亲呢 也是中共的一个开国的大校 也属于这个太子党的边缘家族了 那么作为一个太子党的成员啊 在江泽民统治的时代的末期 他对江泽民的那个国家权力腐败利益啊 共产党所有官员均沾的这个国策 刘亚洲是和其他的太子党家族成员是一样的 那是抱着一种极其否定的态度 刘亚洲太子党他们心目中呢 这个国家是他们的 因此太子党家族可以贪污腐败 太子党家族可以滥用权力 那是他们的特权 但是非太子党家族成员的这些官员呢 他们认为他们只是为太子党家族 这个党来打工的 这就是整个当时太子党家族成员的 一个共同的特权思想 当时因为大家都知道 江泽民本身就是一个上海的 那个别三式的小政客 他就靠这种国家权力腐败的利益 所有官员均沾的这种国策 来收买关心来维护他的统治 那么到了胡锦涛时期 胡锦涛对江泽民呢 不仅在权力斗争的问题上 而且在政治路线的问题上 也都是持一个相反的态度 胡锦涛本身骨子里呢 他不是邓小平的这个 权贵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拥护者 而是毛泽东的拥护者 所以在胡锦涛时代的默契 刘亚洲实际上是受到了 这个胡锦涛的重用的 而且他明确地表示了 对江泽民的这个权力腐败 利益所有的官员均沾的这个国策的反对 当时这个刘亚洲说 中国的军队已经变成了个大卖场 也就是说中共军队中 卖官欲绝的现象 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风气 他认为这种状态呢 会导致共产党的垮台 同时呢在那个过程中啊 刘亚洲也受到了胡锦涛的重视 他成为一个反美的这个影片啊 叫做较量无声 这样的一个中共内部的政治宣传片的一个总的策划 而且他直接参与了胡锦涛对台作战的一个战略的安排的策划 后来是因为出现了薄熙来想要夺取最高权力的这样一种这个政治事变 所以胡锦涛对于这个武力犯台的这种战略策划才被打断 所以从本质上讲的这个刘亚洲啊 他是属于这个太子党派系的 之前早有报道指 刘亚洲被提前退休的原因是贪污腐败 您怎么看 太子党派系的总体上 在2012年的时候是支持习近平 这个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的 原来中共内定啊 李克强是中共的总书记嘛 这也是当时邓小平的一个政治安排之一了 但是在这个太子党的策划之下 李克强失去了成为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的这个政治地位 所以当时这个习近平作为中共太子党的代表人物啊 当然也得到了包括刘亚洲站内的整个的中共太子党的这个支持 他们希望啊 习近平代表他们太子党的意志来掌握这个大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那么后来他为什么会在没有到年龄的时候就会退休呢 那是一个桃色事件所引发的个人危机 那就是他和一个叫白灵的女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呢 被直接放大 成为了影响他刘亚洲个人仕途的一个关键的原因 所谓的白灵啊 是原来成都军区歌舞团的一个演员 后来这个白灵呢 又辗转到了美国以后啊 成为三级片中的一个亚裔的这么一个演员 白灵在这个原成都军区歌舞团的这个过程中呢 他就成为了刘亚洲的情人 在2016年9月 在中共红军长征80周年的这个纪念会上啊 刘亚洲是总策划 他就利用这个总策划的职位呢 又把白灵从美国招回来 是他成为主演 而且两个人的旧情辅燃呢 所有的这些都被刘亚洲的夫人 也就是李先念的女儿李小林啊 所获悉啊 就开始大闹 大闹中南海啊 李小林直接找到了习近平 要求习近平把这个刘亚洲啊 撤职查办 这件事 成为当时中国军内党内的一大丑闻 这仅次于这个薄熙来啊 想要搞政变的一个丑闻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习近平最后做出决定 让这个刘亚洲啊 提前退休 也就是他的仕途啊 就从此终止了 这就是他这个刘亚洲本身呢 他所属的派系的一个经历的过程 最近网上传出 刘亚洲已经被习近平当局抓捕 但抓捕的原因不明 我们从国内的一些 中共体制内的良知人士啊 传出来的信息啊 就是现在呢 刘亚洲啊 已经被控制 但将来怎么处置呢 现在还不清楚 刘亚洲已经被习近平当局啊 控制住了 这是他们的原话 那么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 对刘亚洲进行这种逮捕式的控制呢 原因就在于啊 刘亚洲在贝克退休之后啊 他对习近平的这个政治立场啊 就开始了一个很大的转变 他原来是支持习近平上台的 但是习近平上台以后呢 他搞的不是中共太子党的群体性的独裁 习近平要搞个人的独裁 这就直接影响到了中共太子党许多权贵家族的利益 因此呢中共体制呢就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 这几年那就是太子党啊 一些权贵家族开始加入到了反对习近平的行列 因为习近平要搞个人独裁 直接威胁到了他们的政治和经济利益 那有的人可能对这个啊 不太能够理解 原来在2012年 整个太子党几乎是用集体的意志 推举了习近平上台 否定了李克强的这个 接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位置的这种可能性 为什么短短几年就发生了这种变化呢 其实这个是很容易理解的 那就是一个定律 就是利益啊 决定政治立场 或者说政治利益决定政治立场 请大家想一下 当年中共九大的时候 毛泽东确立林彪做他的接班人 而且把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 都写入了宪法之内 但是一年多以后 由于政治利益的变化 林彪就要通过军事政变 来谋杀毛泽东 那这个例子就经典的说明了 就是利益啊 决定政治立场 那么刘亚都在被习近平提前退休 中断了仕途之路之后啊 他的整个政治立场呢 也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 主要表现在对台湾的政策上 习近平呢 他有一个基本的国策 就是推动共产极权主义全球扩张 实现了以共产主义为核心价值的 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 来统治整个国际社会 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呢 中共暴政啊 就必须首先取代美国 成为国际秩序的确定者 和国际法的立法者 那么为了做到这一点呢 中美之间呢 必定要发生一次决定性的战斗 这个其实在当年啊 刘亚洲所策划的那个中共内部的 反美的政治宣传片里啊 叫做较量无声之中啊 就已经有了明确的表述 较量无声这个影片 就是从中共暴政的立场上 来看待当代国际关系的 这样的一个内部的政治宣传片 他的主要的观点就是 中共暴政和美国之间的一场决战式的较量啊 是不可避免的 是已经开始了的 中共只有一条路啊 可以选择 那就是通过全面的国力的较量 取代美国 成为国际法的立法者 成为国际秩序的确定者 把美国赶回到太平洋的西海岸 把美国的势力啊 压缩回美国的太平洋西海岸 所以这是他整个较量无声的这么一个主题了 那么为了取代美国 成为国际法的立法者 习近平才决定啊 发动台海之战 他把台湾海峡呢 作为中共暴政和中美决战的一个战场 那么为什么要设定在这里呢 用中共军官自己的话讲 我们在家门口打仗 谁都不怕 他认为台湾海峡就在他的家门口 这个战场对于中共暴政而言呢 有地理之变 这是这个习近平发动 台海之战的一个根本的 国家战略原因 当然他还有他自己的一些 个人野心啊 强化个人权力的一些这个企图了 那么中共啊 就是习近平想要发动 台海作战的这个思想 实际上是得到 刘亚洲的支持的 现在很多人呢 对刘亚洲的一些观点 还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较量无声中是经典的 表现出了刘亚洲的观点 有的人说啊 刘亚洲在2015年的时候 曾经讲过 如果中共和日本开战 日本啊 很可能在几天之内 就把中共的东海舰队消灭掉 有的人对此呢 就认为这个刘亚洲是 反对战争的 那是一种误解 当年刘亚洲确实说过这个话 就是日本海军啊 有可能在几天之内 消灭掉中共的东海舰队 他发出这样的一个警讯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支持习近平全面的发展 中共的海军作战能力 是为习近平穷兵度武啊 来制造合理性根据的 而不是说明刘亚洲是要反对 这个军事扩张的 所以从总体的政治立场上讲 刘亚洲本身呢 不是一个什么开明派 他的意识形态 是中共太子党的一个典型的代表 他在被退休之后啊 由于他的利益的变化 他对习近平的政治立场上 也有了明确的变化 他表现出了对习近平的极大的不满 在许多的太子党内部聚集的公开场合 他都表示出这种不满 那么这一次他为什么被控制呢 就是因为他在中共太子党中啊 有极大的影响力 而这种影响力呢 又集中在对台湾的政策上 刘亚洲认为啊 中共暴政啊 不应该继续谈什么和平统一台湾 因为呢 中共几十年通过统战的方式 不战而屈人之兵 兵不雪任就征服自由台湾的这种 统战的战略呢 已经彻底失败 台湾社会整体上 已经明确的表现出 拒绝被中共暴政统一的这种意志 所以呢 刘亚洲认为现在再谈什么和平统一啊 那都没有任何必要 而武力统一呢 是唯一的选项 这是刘亚洲现在的第一个观点 刘亚洲的第二个观点就是什么呢 这一场台海之战呢 是以国运相堵的一战 而且必然要引发和美国日本之间的一次决战 他的第三个观点是 面临和美国日本的国运相堵之战啊 习近平不具备领导中共 打赢这次国运相堵的决战的能力 因此呢 需要换算 这就是他现在啊 在很多态势上的场合啊 他公开发表的观点 用刘亚洲的话讲 共产党呢 必须推举出一个 有战略眼光的 有气魄的 有雄才大略的统帅 他认为习近平在这些方面呢 都不具备一个 能够领导中共啊 赢得这次国运相堵之战的资格和条件 所以他要求现在要把习近平换掉 刘亚洲的这个话呢 实际上就是说出了 现在整个中共太子党的 基本核心的这个势力的一种心声 他为什么不怕呢 他认为他自己 这个本身就是一个 才华横溢的太子党成员 根红苗正啊 他多次讲嘛 他说要从红色基因的角度讲 习近平不如他 因为习近平的父亲 一开始就是三北的红军嘛 然后又是彭德怀的 什么军事俱乐部嘛 从59年就开始受到政治整肃嘛 因此他觉得 从根红苗正的这个角度讲呢 那习近平的父亲比李先殿差远了 所以他很猖狂 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状态呢 习近平才不得不下决心呢 对他进行逮捕式的控制 因为习近平现在实际上 已经使整个国家 进入了全面的战争状态 这是很多的国际分析人士 现在还没有真正意识到的 一个严峻的问题 有分析指 刘亚洲呢 在军中颇有人气 这让习近平有些忌惮 对 刘亚洲这个人呢 他是军中才子 据说他当那个国防大学的政委的时候 他是最受这个学员欢迎的教授之一 大家都爱听他的这个讲述 特别是他策划的那个较量无声 内部中共内部的政治宣传片 在中共的军队中 有极大的这个影响力 特别是在中共的高级军官中 有极大的影响力 所以刘亚洲对习近平统帅能力的这种否定啊 那是习近平没有办法这个忍受的 这是他目前呢 对刘亚洲采取这种措施的一个根本原因 那有的人会说 刘亚洲就不怕习近平对他采取这种措施吗 不怕习近平逮捕他吗 同样的问题 还可以问另外一个人呢 那就是把习近平称作被扒光了衣服 也要做皇帝的那个小丑的那个中共太子党 他为什么敢说这种话 用这个薄熙来当年的一句话说 习近平上学的时候就是个小屁孩 我让他干什么 他就得干什么 就是在小学的时候 还是中学 就是整个太子党内部啊 根本不把习近平当做一个什么 毛泽东那样的共产主义之神来看待 他没有这样的权威 给我们传递出这个信息的中共内部这个良知人士讲 现在中共很多太子党已经纷纷的行动起来了 写信提意见 为这个刘亚洲说话 所以整个这个事件最后怎么处理呢 到现在还很难说 也有报道引用知情人士的话说 刘亚洲自视甚高 眼里根本没有习近平 还有网传指 负责抓捕刘亚洲的是张又霞 刘亚洲这个人呢 是狂妄至极 首先认为是他自己最有能力 他是另外一个 他说如果换一个更年轻的将领呢 他提出了四五个 属于太子党范畴的年轻的将领 他甚至提出 即使是张又霞也比习近平强 张又霞现在是军委副主席了 他当然要听命于这个习近平啊 抓捕刘亚洲也不会是张又霞什么亲自动手 不可能有这种事情 我们刚才讲了 习近平之所以啊 引起了太子党的权贵家族如此强烈的不满 原因就在于呢 他搞个人独裁 他不想呢 像以前那样 搞太子党权贵家族啊 寡头共和 实行共产党所说的所谓集体领导 损害了中共太子党 其他权贵家族的利益 刘亚洲现在所有的表现 他正好代表了当前 中共太子党的核心的权贵家族 对习近平的态度 他们认为习近平呢 经过十年的表现以后啊 认为他根本不适合这个做统算 更没有能力啊 引导中共啊 和美国进行一次国运相赌的决战 如果由习近平领导这次决战 那有可能啊 造成中共暴政的 中共统治的颠覆性溃败的后果 所以他们现在就 积极推动的一个就是 如何使习近平在二十大上呢 不可能连任 而刘亚洲这时候呢 正是从台湾问题的角度 提出了必须测换习近平的这种观点 所谓测换习近平 那就是他不能够在二十大上连任嘛 这是中共太子党啊 由2012年全力的支持习近平 到今天要尽全力阻止习近平成为终身执政 这个转变的根本原因 另外据海外媒体大纪元近日报道 中共正在悄悄囤积全球一半的谷物 这件事引起了外界的关注 您怎么看 这件事呢 其实就是我刚才已经讲到的 习近平啊 已经在本质上是中国社会啊 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个角度啊 进入了临战状态 而且我们此前呢 已经披露过 习近平现在选定的发动台海之战的时间节点 就在中共二十大之后的一两年之间 也就是二零二三年和二零二四年 因为这两个时间节点呢 恰封啊 一个是台湾的大选 一个是美国的大选前后 在这个二零二三和二零二四这个年度的时间节点上 发动这次以国运相赌的决战 习近平实际上已经啊 使中国社会进入了全面的临战状态 吞积粮食啊 这类的战略物资 只是进入临战状态的一个表现 他现在不仅吞积粮食啊 而且在吞积能源 整个社会呢 对国营企业和民营企业 也都在进行更加紧密的控制 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呢 也达到了和文化大革命几乎相同的地步 所有的这一切呢 都表明啊 他不仅仅是说什么中共现在缺粮食 目前的中共 只要是在这个和平的环境下 他总能够购买到粮食的 他现在囤积粮食的目的 就是为了战争做准备 而战争做准备 支持普世价值 弘扬传统文化 看中国与您一同守护台湾的未来